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夺放了一天的周末 它叫什么 将士训难纪念日 三小啊 军人训难纪念日 中文是这样翻的吗 不然你翻看看啊 我记得不是这样啊 反正就是纪念那些 训职军人的纪念日没 王兵纪念 对啊 死亡的王 算了 反正简单来说 memorial day就是 纪念什么二战啊 或一战啊 那些就是 只要是有战 有打仗 然后在那边 就是殉职的军人们 对 但通常就只是 discount很多的一个节日 然后很多 那个house party的一个节日 Yeah 外面警察超多 对 什么cook out啊 然后大家可能会grill啊 什么之类的 我其实不懂 为什么memorial day要grill 你应该要去那个 坟墓前面就是去哭吧 为什么要在那边grill 比你想象的还普遍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家 一个家 至少一定会有个什么 子女或什么子子 然后什么远房的 什么亲戚 在什么navy 在什么air force的 那可能就 很夸张 刚好就是 所以我在想在grill的人 就没有没 OK 因为为什么会grill 就是因为长周末啊 为什么discount多 就是因为大家周末 常周末多 然后跑出来 然后去shopping啊 所以要折扣啊 所以你有shopping吗 online shopping 就是带购 买入一些东西 我看你交男友之后 outlay跑少了哦 少很多 其实我还蛮那个 纠结的 因为我会很希望 我的另外一半可以陪我 但我同时知道 他们没有办法帮我什么 因为男生很讨厌 陪女生逛街 可是这就不是逛街 这是工作啊 但是你的工作 因为我陪你去 进过几次货 take super fucking long 因为你不是只有买完 你要买的东西 你还要拍照 你还要information 对啊 所以我觉得最好 最好就是 呃 另外一半是可以 懂这个business 就是他 他也在这个business里面 所以他就可以理解 问题他到目前 现在为止的 另外一半都没有 这些技能 很难吧 代购这种东西 我觉得如果他能 赚到一点钱的话 他就可以理解啦 他就可以 赚台湾人的钱吗 再说吧 再说吧 反正我 不会想要他跟 对啊 我的确花比较多时间 在他身上 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少去 恋爱脑恋爱脑 好 我承认呢 你 Dumbass 什么态度 好 反正 讲到discount shopping嘛 等一下就来讲 美国的购物 你接得很顺 对啊 这种先想好吗 没有 但在进入主题之前 我们现在念个review吧 好 好 这个是 PEGGY 2021年1月17号 他说超级喜欢 黄色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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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了五颗星 说迫不及待 每周的更新 耶 谢谢PEGGY PEGGY 为什么这些人 名字都很特别 名字都怪怪的 可能因为我们也怪怪的 你怪怪的 你才怪怪的 我比较正常吧 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讲 美国的买买买 买买买呢 买爆它 买起来 各种类型的买 看你什么需求 当然你来美国生活了之后 当然就会渐渐知道说 哦 比如说 我在台湾的时候就知道 7-11是洗衣服的啊 全家是吃地瓜的啊 还有哪里 7-11会洗衣服哦 就洗衣变不是吗 Really 我不知道耶 有吧 不要看起来很白痴 我只觉得7-11的那个 收拾都很好吃 当然在一个地方住久了 你就会知道说 哪里可以找到什么东西 但是呢 我们现在就是以 住在美国的学姐 身份来跟大家说 哦 我问你要买什么东西的话 可以去哪里 然后 我先问你哦 你觉得在美国买东西 有没有比 比在台湾买东西麻烦 看你觉得怎样叫做麻烦啊 我觉得很麻烦 因为美国的 我觉得是东西太多 所以你在这间买得到的东西 你在另外一间不一定买得到 而且分类很多 像屈城市 你就可以买完所有的药品 然后化妆品 甚至有些生活用品 但是在美国 如果你要专门买药的 它有专门买药的店 然后专门卖化妆品 它有专门卖化妆品的店 所以你在买东西之前 你要先想想看 这些东西有可能在哪些店里面 然后你去跑那些店 所以美国有很多superstore啊 像walmart就这些 你刚刚讲的那些 它全包了啊 还可以换轮胎 你换轮胎的时候 你就顺便去逛街 买菜 买化妆品 这就是另外一种方便 对啊 不然你说的是什么 它就是一家店里面 有很多东西啊 但我不爱walmart OK 像target也是啊 先讲你的 你最爱的店 所有的里面 你最爱的店 我没有最爱的店 你没有最爱的店 因为你都去太多次了 最爱的店是什么意思 你没有一个最常去的店吗 我最好都不要去什么店 我超懒 而且你很不爱 grocery shopping之类的东西 No 好吧 因为你平常代购就要买买买了 所以你平常就不会 特别想去买买买 我可能喜欢逛 衣服店吧 或是等一下会讲到的一个百货公司 Nordstrom 我会觉得美国买东西方便是 就看你怎么想啊 就是台湾就是楼下就可以买 但是对我来说 要买什么 上车就可以买 开车就可以买到啊 对啊 因为开车不会像台湾 感觉很困难 我觉得开车很烦 因为你在这间店找不到 你就开车到另外一间店 然后上车下车 然后熄火 期货 这间再买不到 又再开车到另外一间店 然后就是plazaplaza 就是jump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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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bar hub 对啊 可是开车就可以到 因为开车不会有什么阻碍啊 就除了要 像你说的就是熄火停车 熄火停车 我觉得还有一个麻烦的点是 我觉得美国商品好像种类更多 然后对我这种有选择障碍的人 我就真的只能跟我的餐厅一样 就是我只会去那些餐厅 每次买东西 我都固定买某个牌子的什么东西 那如果这间店没有的时候 我就需要开车去别间店找 因为我不想try new thing 这样我就会拿到雷 选择太多变得不好哦 对啊 你没有办法relay吗 我是很喜欢尝试新东西的人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牌子没有了 我就买新的牌子 这就是我们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耶 我最喜欢去target 然后target就是被美国人 就是称之为最basic的店 如果大家到回去听我们不专业美语教室第九集的话 basic就其实有一点种族情 种族意识的批评语 对我来说 去target是那个心灵疗程 如何疗疗 因为我觉得太好买了 就是它里面的东西 好多看起来都就是很有质感 哦对 而且他们就是 我之前在target打过工嘛 他们就是我们主管有说 target的设计 他们路线都是有设计过的 在你逛完一圈 回到收银机去checkout的时候 你会经过一大堆民生用品 在要去checkoutland的时候 你就会经过什么洗碗精啊 洗衣精啊 卫生纸啊 什么有的没有的 然后你就突然想到 对我缺卫生纸 嗯对我缺洗碗精 哦我经过了这个spa区 我需要买一些泡泡浴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莫名其妙 就我常常进去target 可能只想买一样东西 出来就是一车的东西 就是莫名其妙200块就飞走 行销的课有学过这个路线 but 你知道我第一次 跟我的室友去买菜的时候 我就开车到target 他说 You call this a grocery store? 对因为它不是grocery store 它不是吗 它不是 why not 因为它的focus不在grocery 这是什么 lifestyle store yes 我就跟他说 if you search for grocery store target will show on 然后他就说 No this is department store 对我也觉得是department 它是百货 但它不是百货公司 它是 像台湾的 小北百货 金星发那种的 但是高级版的百货 他们里面有很多 自己牌子的东西 然后都做得非常高级 这个target 这个 target 这个是IKEA target basic basic 没有开玩笑 它的东西很有质感 然后那个也target 我现在就冲刺着target的东西 反正我觉得它有卖生鲜啊 我就觉得它是算超市啊 但它的生鲜的东西选择不多 的确实 而且又比较贵 yes 它什么东西都比较贵我觉得 但是比较贵的同时 它的质感也做好啊 对 我又觉得它的东西是真的有质感耐用 它有那个超级方便的curve side pickup 现在很多都有吧 但target先开始了吧 我觉得是 它就是你在它的app上定一堆东西 然后你到了之后 你就停到他们的专属取货的停车位 然后你就说我到了哦 然后那个人就咚咚咚咚的 然后然后就丢到你的车子 就把东西拿出来 你只要把后车箱打开 它会把你东西丢进去 然后扫一个你的barcode 你就可以走了 超级方便的 因为大家都很忙嘛 没有时间买菜 而且他们的curve side 它是很酷的我觉得 因为它是你的app 它会侦测你的地点 然后你快到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写说 Tell me you're here 它知道你快到了 哦 OK 它的那个柱子是有感应的 所以你不用特别打开 哇 好酷哦 其实我只有用过一次而已 我常常用 超懒 尤其是买那种 有小型家具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都很讨厌我 拆过去我都觉得很懒 那既然讲到target 那我们就先来讲 第一个category groceries 超市吧 超市有哪些 著名的大店呢 其实在每个州 都有他们很local的超市 像我以前住的 就是homeland 然后住pittsburgh的时候 它是giant eagle 巨大的老鹰 然后new jersey的话 有acme跟shopright 我知道 好像东岸那边 有个p开头的 但我现在真的叫不出名字 p开头的 yeah 然后绿色的 整个东岸 就你可能纽约啊 到佛罗里达都有 我不知道 OK if you know 然后德州的话 是heb heb 所以我们每天去买菜heb 这种local的好处是 我觉得通常local 会比较便宜一点 因为它很多那个 当地farmer的东西 yes 呃 Walmart应该也可以算 因为Walmart有很大的一区 是专门在卖grocery的 我觉得target的grocery 它就是比较相对的 有机类的吗 比起它卖场其他部分 那它的grocery是很小很小一区的 对啊 target 就卖衣服吧 衣服 然后生活用品 家居 家居用品 OK 然后我还最喜欢 我最最最最喜欢的grocery store 是whole food whole food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服务很好 然后很干净 然后很多有机的东西 然后如果你有Amazon Prime的话 你还要打折 呀 可是很贵 但是很好吃 大家都开玩笑 给它一个nickname 叫做whole paycheck 每去一次就付whole paycheck thank you 就是整张你的那个薪水支票 有这么夸张吗 就是开玩笑 因为它真的是太贵了 可是它的东西真的很有品质 真的很好啊 yeah that's true 我之前会去whole food 就吃它的那个自助餐 yeah 它每天自助餐菜式都不一样耶 好贵 再讲一次 因为我现在公司旁边就是whole food 我常常中午就是先去买菜 买完之后拿回公司的冰箱冰 然后下班就把grocery带回来 对我来说是很方便的 Walmart就是刚刚有讲到 它有那种super center 就是什么东西都卖 你想到的东西它都卖 但是Walmart它就是一直给你强调说它很便宜啊什么 所以有些东西其实质感没有那么好 而且他们有请一些廉价老公 就可能态度不是非常好的啊 或是 但它一方面也有在做慈善嘛 就是它会还有一些可能身心比较有困难的人 yeah but anyways就是有些东西不要在Walmart买 譬如说西瓜吧 人家说Walmart那个西瓜皮好甜哦 因为它打糖水 对呀 只打到皮 Walmart对我来说就是我里面随便手拿一样东西 就是全部都是中国制 就是它好像没有别的地方制的东西 我不是说中国制不好哦 但是某些东西比较起来是品质有差的 我有一次真的去试了一件事 就我们之后会讲到一个亿元商店 我有一次真的想要知道两间店有什么差别 我在Target买了一个菜瓜布 然后我到亿元商店Dollar Tree买了一个菜瓜布 差超级多的 真的差超级多 就是很明显那个亿元商店的菜瓜布 它就是很粗糙 然后一捏它就是那个线就开始乱跑 但是Target菜瓜布就是 而且同个牌子的哦 重点同个牌子的品质差超多 所以我是没有跟Walmart 然后跟Target比过 因为我平常就不太会在Walmart买东西 对我来说是我自己觉得 Walmart的品质没有那么好啦 可以想象如果它要追求便宜的话 它是真的便宜啊 它是真的很便宜啊 进去那个就都暗暗的感觉啊 灰灰暗暗脏脏的啊 然后Target就很明亮啊 然后东西干干干净净的感觉 Walmart就是有人会穿着睡衣 戴着浴帽在里面逛街 对啊 然后停车场人家打架啊 其实我每次走进去Walmart 我都觉得很可怕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 我都会穿得非常 就是像流浪汉一样走进去 就可以想象 如果比较便宜的话 当然就会吸引一些比较 低阶层 好像有点不太OK 离我们比较远的人群 对平常比较不会看到的人群 那这样讲好了啦 如果一个单身女生 走进Target不会怎么样 但是走进Walmart会被吹口哨 可以这样说吗 也没有到那么夸张 可能我住的这边现在是还好啦 你知道有人讲过 就是在美国 如果你要一个地区的数值变差的话 在那边盖个Walmart 对啊 因为像我以前的一个同学 他就是很理所当然跟我说 我不会在Walmart偷东西啊 我前男友会 我只会换标签而已 难怪Walmart他们 现在就security做得很严格 你知道Walmart他们的那个药妆品店 药妆品那一区 他们是另外设一个cashier的吗 我不知道耶 因为我有一次去买润滑液 我就发现 怎么我平常找那种 Feminine 就是女性用品的地方 我都看不到 在哪里 然后我在那边旷很久 才发现他在角落设置了一个 就是药妆品区 然后专门放那种 比较小 然后单价也比较高的东西 他要你当场 在那边先结完 他会把你带子 就是绑得很紧 然后外面贴一层标签 说你这一包有付过了 他才让你走耶 WOW 可能他们就是被偷怕了 我觉得 就连保险套 他都要你先付钱 就这是一般 最被偷的东西吗 Probably WOW 真的是生理需求第一耶 OK 好那还有什么 Trader Joe's OK Trader Joe's 就是近年可能因为 有一些代购啊 或是大家来美国玩 所以就认识了这个牌子嘛 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食品公司啊 是一个食品品牌吧 然后它的东西就是很多都是有机的 就是它来自世界各地啊 他们都是挂自己名字 然后请当地的工厂代工 所以包装上面就写Trader Joe's 但是制造地就会 比如说我刚刚说香蕉干 就是在泰国做 然后什么东西在欧洲 然后什么东西在美国这样子 但全部都是自己有自己的品牌 然后包装 然后一些设计 有些东西的口味就很特别 别的地方找不到 然后就像你说的它东西很多有机 可是呢它价格又不会特别贵 所以就很多人超级爱去 尤其像我们这边 奥斯汀这边 就大家都很怎么说 Democrat hipster 很嬉皮哦 对就是特别喜欢这种 有机啊 健康啊 自己做的啊 对啊 然后一些奇怪的东西 对啊奇怪的东西 因为它真的是有很多奇怪的东西啊 什么花椰菜干 秋葵干啊 对啊 我上班买了一个超好吃的 洋葱干 他就是一片片洋葱 然后风干 然后吃起来像洋葱片一样 可是你看得出来它是洋葱 超好吃的 无法想象 呀 没法想象 超好吃的 然后他们hire的人也是比较 阳光 可能素质比较好一点 会跟你打招呼啊 然后你问他问题 他都会回答出来 因为我觉得像 然后Walmart 你问他什么 他们都回答不出来 Walmart是你绝对找不到 你可能连人都找不到 呀呀 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了 你问他说 诶 这个东西在哪里 然后他就说 呃呃呃呃呃 他自己都找不到 然后就跑走了 装不知道 Target他们至少每个人 都还会有个机器在身上 给他那个东西的号码 他就自己可以找 然后他还可以帮你去后面找 Trader就是真的就是 他们的人 就超级热情人 他们对自己的产品摸透 非常的了解 你刚刚说什么 他们都知道 如果你不小心说六嘴 跟他说 我是第一次来的话 他就会在那边 诶 这之前那一集有讲过 好像有 他就在那边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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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大家看过来哦 诶 他第一次来哦 什么的 然后整家店就会 好丢脸哦 对对对 笑说 所以就这里的 grocery store 但奥迪好像就很focus 在食物上面吧 我其实没有 我完全没有在奥迪买过菜 因为我老公说 奥迪的level比汪汪还低 真的吗 他就便宜啊 他说太便宜 便宜到就是 他的品质真的很差 就是if you want unhealthy food go to奥迪 可是你看他的那个外观 其实看起来是很好的 我看的 我看的奥迪外观 都非常非常的 离我们很远 哦 ok 我们现在用离我们很远 来讲low level吗 好 下一个category 运动用品 sports good 有两间店 在德州这边啊 Dix应该是nationwide吧 academy也是啊 academy也是吗 我在披兹堡 完全没看过academy 真的假的 那披兹堡有什么 Dix 只有Dix Dix 好 这家店真的很烦 他就是叫做Dix Dix 因为Dix 就很多屌 owner的名字好像就是Richard之类的 然后Dix 他的nickname叫Dix吗 只缩写 但是一点都没有关联 Anyways 就是Dix sporting goods Dix会这么成功 我觉得是他很重体验 他的整个building会盖得很大 就一间运动用品 然后可以盖这么大 他里面会有 比如说高尔夫球区 他就放那个 小高尔夫球场 然后甚至有的店 再大一点 他会放那个跑道欸 哦 对 我们家附近的这一间 是有那个棒球体验 哦 就是那个betting cage 嗯 哇 因为他betting cage 你进去 然后他会有各种 因为你的那个棒球棒 有不同size嘛 就是我们家最近小朋友 在baseball season 嗯 我们就带他们去体验 嗯 因为他们要挑选 适合他们自己size的球棒 我老公让他们在那边 打了一个小时 哇 对 而且他就会分区 所以我就觉得很棒 因为他 衣服区衣服区 然后鞋子鞋子 划船区 对 他就等于是那个 光运动用品的百货公司 因为他就自己一栋那边 就超大 还有露营区 对 他还有枪械区 呀 因为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去Dix 因为我代工的身份来讲 他是没有什么在折扣的 对 很少 所以 呀 我们没有办法捡到什么便宜 他有一些打折 出新的东西 就是一些 很丑陋 没有人要的 没错 那另外一个是Academy Academy其实 也跟Dix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 他的这个level 就比较像是 比较接地气 比较离我们比较远 对 刚刚说Dix 像运动用品的百货公司 那Academy就是 超市 对 运动用品的超市 他的那个带子 就是超市带子啊 因为他是塑胶带啊 对啊 然后他结账的时候 就也是一排一排这样子 对 然后 这个就是 没什么 Dix就是我老公 他要买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去Dix 然后要买小朋友东西的时候 他就带我去Academy 但他们卖的东西 真的是其实差不多的 就是 你刚刚说的 打猎 露营啊 枪的东西 都可以 在这边买到 我在Academy看到的服装 运动服 就感觉是Dix 过季之后换下来的 你知道吗 他的东西就比较Basic啦 就是 就是很旧的感觉 没有什么好看 然后就很基本 比如说Nike 就是一件小狗狗的衣服 没有什么特别设计感 对对对 像Dix他就Nike 他可能会 每一季会换什么 他像他现在就是一些 马卡龙颜色的东西啊 就其实都很好看 但就是没有折扣 很贵 对 贵贵的 OK 简单带过 Sports Good 好 下一个 Drugstore 卖药的 这个 有没有台湾可以比较的东西啊 康世美 好像也不是 康世美好像 康世美比这些都高级太多了吧 真的吗 我觉得啊 康世美跟屈臣氏 他们有一些通路的不一样 所以他们有一些产品 是你在康世美找得到 你在屈臣氏找不到的 但这两间 药店感觉就是 都找得到 都一样 而且他们两间 都有自己的品牌 而且他们两间 都要开在对方对面 就跟那个 Twin Peaks 还有Hooders 是一样 对 其实我不知道台湾屈臣氏跟康世美有没有卖药耶 有啊 我不知道耶 我以为都是化妆品跟生活用品 应该是说 在台湾你能买的药 的药的那些东西 没有那么广泛 大部分要去药局 或者是 对 或者是你要医生开药 他是会给你 其实美国也是啊 只是说他们就开在这些店里面 然后他有另外一个柜台 你必须要拿着处方去拿药 可是我觉得美国在对于 成药的方面 的种类比台湾多太多了 对 所以这也是代购的一个大部分嘛 什么退黑激素啊 什么有的没有的 Q10啊 鱼油啊 他们虽然都叫药局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其实有点像是便利商店啦 因为他就是很方便进出 通常也会开在每个社区的角落 这样子 然后会买一些简单的零食啊 简单的化妆品 简单的汽水 生活用品 微波食物等等的 但通常你不会去那边买食物就是了 对啦 可能是 就我觉得只能说就是 假设说我今天要去买睡眠软糖 我自己去 要买睡眠软糖 那我当然就是去 专门去药局 或者是我 去帮我家人买一些维他命 在target可能找不到那么多种类 我就会跑去药局买 那我去药局的同时 我家里好像少了一卷厨房纸巾 我就会在那边 也把生活用品也买了 好啊 其实他好像又更像seven 因为他们会开到半夜 你知道那时候我之前要干嘛啊 生三姐我不是来你家吗 然后所有的店都关了 只有CVS 跟Walgreens有开 有一次我也是 我刚搬来的时候 半夜 然后姨妈来 我也是到处找 没有店开 对啊 也是个Walgreens 赞赞赞赞 哦他们还会 你的好邻居啊 他们还会那个啦 还会有那个洗照片的那个 哦对对对 还有这几年又加一个服务 就是你可以取货 大家现在都会网路购物嘛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不放心 就是包裹被丢在家里什么的 你就可以设定 因为CVS跟Walgreens 其实要开的太多了 这真的像Seven一样 就每个街区都有 所以你可以设定说 哦你Felix 或是UPS的货 要不要送到他们店 他们的密度真的跟加油站一样 嗯 真的 好下一个 化妆品店 Sephora 大家很喜欢的 对啊 每年至少有三次的折扣 yeah right 也是代购的 大宗 对 然后Otta 另外一个是Otta 这个Otta 大家比较不知道 但其实我更喜欢Otta 为什么 因为Otta南瓜的品牌有更多 真的吗 其实应该差不多多 但是我觉得Otta 它会包含平价的品牌 应该会说 应该说Sephora它 它比较高单 对它比较high end 他们又很推自己品牌出的东西吧 我发现就是近期来 就是你只要上它的app进去看 他们就是越来越多 就是推自己 加出来的Sephora 自己的品牌的东西 Otta也是啊 是吗 我完全没有看过 可是我觉得很爽的是 我那天在我们家附近Otta进去 我又多找到了三个酸 哦 The Ordinary的 然后Sephora缺货 对啊 Otta就是 它其实cover还蛮多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常用到的品牌啦 Sephora 后来它都会开在高级的 店旁边 街区 outdoor mall 或者是就是在一个shopping mall里面 但是Otta它只开独立店面 然后它通常都是开在一些 什么target旁边 就是大shopping center的旁边 店面这样 所以他们的设定就不太一样 我觉得他们比较平易近人一点 对 然后你知道Otta里面有发廊吗 我知道 我那天去看到了 走进去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人在吹头发 我以为他们只是在做造型 你知道吗 就他是真的认真的在剪头发 其实我有在Otta剪过几次头发 你觉得怎样 我就不怎样 但我会去只是因为 我也是反正我也没有认识什么人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在挑 刚好我是Otta的会员 所以他会有时候会送一些优惠 那我就想说去用用 但是我就发现 真的也不是说我不挑 但是这真的 我都已经不挑了 然后你还可以这么尿 Otta吗 让人很不爽 他们的那个制度应该是 有点像是 发型师租摊位 不是摊位啦 位置 就是他一个小位置这样 对 所以他们也其实没有什么控管 那个程度 品质怎么样 对啊 而且是在一个完全open的状态下 你就想像你逛那个屈臣室 逛到一半 然后中间有一个镜子 然后那个人就在那边 剪头发 他都没有门哦 他就是这样整个open哦 还蛮酷的啊 但是我觉得好是 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服务嘛 然后你 那小姐也可以跟你说 你等一下就可以去买什么产品啊 顺便推推这样 对啊 那当然就是折扣的时候 就可以都有一起用这样子 对 哦 Sephora他们还有一个服务 是那个预约化妆嘛 我婆婆有去用过 我送她一次过 我用我的点数 送她一次 嗯 画得好吗 她说画得很好啊 哦真的哦 我是没看到啦 我就只是因为她生日 然后我就刚好有点数 我就说那我送你一次呢 而且那时候刚好是 美国他们有那个舞会 嗯 prom season 嗯 然后就刚好那个很忙 超级难订的 通常有prom season的时候 然后那个Sephora都是订不到化妆服务 对 真的假的啊 真的 我以为那个没有人在用的 很多人 因为Sephora它是你消费送点数嘛 然后挤点数可以换什么换什么 我觉得一般人如果想要换产品啊 然后甚至以前的比较好 现在已经不好了 以前的你如果挤到什么 几千几万点啊 它会送你到一个trip哦 哦对对对 我有看过 然后通常是你挤到那个点数 你还不一定换得到 因为它就是限量 越高点数的东西是越限量 对啊 所以我觉得说一般人不会就 好这个是一千五百点 因为你会买化妆品 就代表了多少自己化妆 你会货化啊 为什么你要进到这里给你化 我所有的钱都花在保养品上面 哦OKOK 那就 所以我的点数我就只能换保养品啊 好 OK OK 好那Sephora送点数 Otah也是送点数 但是我更喜欢Otah Otah的点数 很值得 换现金 对对对 因为它换现金 I love it 但它就是比较少在做 20% off 然后也不定期 Sephora的话就是一系一系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Sephora买不到的东西 去Otah 看看他一定有货 因为大家 也没有一定啊 没有 我觉得大家太捧Sephora了 变成有一些 就是专门只想去Sephora的人 他不屑走进Otah 的那种感觉 Otah包装感觉就很烂 很凉啊 因为它是橘色 可是里面 对 很奇怪的颜色 然后Sephora的黑白 也让人家觉得 有一种高端的感觉 像我之前那个什么 Dyson的吹风机刚出的时候 然后我老公 那时候送我生日礼物 他就是Sephora买不到 然后到处买不到 他最后在Otah买到的 哦 真的哦 嗯 他还很骄傲说 我走进Otah 你知道Otah是什么吗 Otah店超大的 我本来还不知道Otah是什么 是他送我那一次吹风机 之后我才知道Otah是什么 Otah也有这种化妆服务 但是在那个 它是附属在benefit 就是所有的Otah中间 都会有一区 就是专卖benefit的产品 然后它就有brow bar 然后它可以帮你修眉 嗯 或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化妆了 你给人家修过一次 然后修歪了 我有让 我的朋友用我的 免费服务一次修眉 修的好吗 嗯嗯 那为什么我去的修的不好 修歪掉 那然后他当下有跟你说什么 对不起 哦 他说对不起 I'm sorry But your eyebrows went higher 因为我的眉毛本来就很难修 所以我不会特别怪他 因为我的眉毛 这边的眉峰 跟这边就是 店不一样 wow so rude I'm sorry Otah还有 有些店 他又carry Mac 就超方便 对我代购来说 就超方便的 然后反正我只要去一家店 我就可以买到所有 我需要的东西 这样最好 好 下一个 dollar store 一元商店 好 它也不是全部东西都一元啦 可能就一到五元吧 嗯 那最常见就是dollar tree 一块钱的数 对 这个是一般城市 那你比较常看到的 然后dollar general dollar general就是 一般城外平的那个 哈哈哈 真的 等一下我们俩在笑什么 真的很 就真的比较偏 偏远的地方啦 对像hollo 或者是比较 离我们比较远的地方 离你比较近的地方 哈哈哈 就是比较未开发 然后不这么多商店聚集的地方 你可能就远远看到一间独立的dollar general 对 开在路边 对 你就开车开到一个地方 想说 这也是哪里 然后它两边都没有电 对 它就是一个独栋 就很像僵尸城 这样子就是 只有一个建筑在那边 像那个阴尸路 对对对 它就一个店在那边 就是好像你进去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那种感觉 从来我都不会进去dollar general 你知道 可是那时候去年啊 那个covid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前男友 在他的那个偏乡地区 然后他们就开了 很多家的dollar general 然后我们就一家一家去找口罩耶 然后就超多货的 那时候大家都买不到口罩的时候 我们就去 dollar general嘛 就是去每一家dollar general 买口罩 我是去walgreen walgreen买得到那个台湾制的口罩耶 但我们那时候已经晚了啊 所以去dollar general 我们已经没有在挑了 但是他们至少还都有货 另外一个dollar store是five below 他就是品质比较好 我是没有进去过 我也没有进去过 那我妹超爱 但是我看都很多黑人进去 哦真的吗 那他就便宜啊 可是听说他的品质是比 以上两个dollar store都还好的 可是白人都比较进去dollar general耶 有吗 因为城外 然后呢 就比较多农地 农地就比较多白人 白人就比较多dollar general 有啊 我的 我的见解是这样 我去大general也是都 那种戴浴帽的啊 我看到的 诶你知道我看到的 就去 进去five below的 都穿得很fancy耶 的黑人 five below都会盖在那种 大的shopping center里面 像target的旁边 对啊 所以他 他一样是那种high ceiling 就是超挑高 然后店面超大 很明亮那种 我们现在差不多进去逛逛看 好啊 可以逛逛看 而且他东西摆得整整齐齐 我从外面看是这样 我们要秉持的实验的精神 就像我们前两天一样 好我们再po在现实动态 dollar tree就是 你知道你要买一些 party的东西 就超方便的 气球啊 yeah 然后各种节日 就是你用完一天 就把它丢掉的东西 你就会去 你的那个pignata 我是在dollar tree买气球的 哦真的 谢谢 因为我找不到 我们上次跟卡尔做那个 那叫什么 美国台湾问雨达 嗯嗯嗯 我做 我买那个 哦那个美国国旗 小旗子 对啊 也是在dollar general tree 哦dollar tree 我们城内没有dollar general 我知道我dollar general 是黄色的 可是dollar tree啊 我在我们家这边的dollar tree 因为我上次去买气球嘛 然后我就去看 里面东西就被抢光耶 那阵子是什么 我没有什么就 就没什么东西啊 没有什么恐慌啊 可是就真的很多人在逛啊 就太多人逛了 就没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真的很多人在逛耶 很多人是认真买那个grocery耶 对啊 然后里面是常生活用品 你知道我连那个什么 刷子都买不到 缺货 哇哦 就靠那个座架散落一地那种感觉 这些店都是里面的时候乱七八糟 okok 乱七八糟 好 好下一个 也是便宜的店啊 但这个是批发店 美国叫做wholesale store 为什么都批发店 他就是大量的东西 对 台湾叫加勒服量饭店 Oh my god 他算什么量饭店 对他算什么量 他都是正常的size 对啊 他都零售啊 对啊 他根本不是量饭店 接下来我讲的 Costco Sames Club Costco大家都知道 因为台湾有 所以你知道就是你去进去Costco 你所有东西都是买到放大版的 一包加热饰好的那种玉米片 他就是给你四倍的量的一整大包这样子 Yeah ok 然后我前前是看到那个Bioderma 贝德马的化妆水 超大 250ml 他卖850ml 哈哈哈 你知道他们连那个药 就止痛药 你在平常的店买可能就100克一罐 还500克一罐 对啊 然后洋芋片是一次买10包的那种 他就是不让你买小包的 然后蛋鸡蛋 平常就是12颗一盒嘛 他给24颗一盒 Yeah 或者是更多 可是他要你买这么多 可是你算下来单价就是会让你感觉比较便宜 所以就是 而且我觉得美国的这种whole sale store 就是比较多人去 是因为很多地方他们家附近可能没有 像我们家外面就超市这么方便 所以他们会去这种 就是一次买大量 然后美国的家庭都会有那个储藏柜 或者是pantry叫什么 就储物柜啊 就是厨房里面会有储物的柜子 然后他们就是会囤积很多东西 所以就是wholesale的好处吧 Sams Club其实是Walmart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所以我们家也是补屑的去Sams Club 那其实应该品质也有比较好吧 呃品牌不一样 你说Sams Club跟Costco的品牌不一样 对 但他不是也是要会员卡吗 他也要会员卡 我们混进去过 怎么混 就我拿我老公越南朋友的ID进去 然后我们就去看里面 进去之后就发现 Costco他就是也是卖比较多 你想象出来比较好的品牌的东西 或是更有特色的东西 钻石 也没比 然后 而且Costco有很多折扣嘛 例如说你在这边买手机 他会寄给你一个200块的Costco gift card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Costco里面呢 他有时候会进一些 像我们这边Costco就有卖什么 阿瑟干面你知道吗 哦真的假的 哦之前有卖那个一枚小泡芙 对小泡芙 就他他会进一些奇怪的东西 然后他也有自己品牌的东西 然后他进的货应该都是很大的牌子的货 像他们有卖Fiji的那个矿泉水 然后大箱的 或者是说调味料一定是我们最常看过的那些调味料 可是你如果去Sams Club 你就会发现你好像是走进那个Walmart一样 他的牌子就是Walmart那些牌子 只是比较大包而已 哦 他就没有那么特别的一些国外进口东西啊 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商品的态换率 好像没有这么高 像Costco你如果这个东西你看到特价你不买 他们卖完你就没了 他就会换另外一个品牌进来 但这也是让人家很困扰一点 所以Sams Club跟Costco有差别在这吧 那两个我都没有 我以前去过就是跟你去 或是之前我在学校上班的时候 买小朋友东西一次都要买很多 所以就会去 然后这也是代购很爱去的地方啊 因为你可以 买大量 对啊买大量的便宜啊 然后他又有一些品牌衣服 像CK啊 Tommy啊 Polo什么的 然后内衣内裤一组的啊 对啊 还有一些丑鞋子啊 所以我就觉得Sams Club就还好 那两家还有一个大卖点 就是他们的油很便宜 我听说的啦 便宜20 cents而已啊 但大家就都会去啊 每次经过Costco Oh my god 因为你有那个会员卡你何不用呢 可是我就会觉得我的时间更宝贵 OK 因为大家停在那个加油站 像停车场一样 有吗 很夸张 真的很夸张 我没感觉 因为我每次去都蛮快的 哦真的吗 因为很多land 所以你会特别跑去Costco家吗 会 那如果很远呢 不会 你还是会撑到家里 不会不会 对 如果很远我就不会 如果油涨到3块钱1gallon的时候 然后你去Costco变2.8 你爽不爽 然后你要加15gallon 那你省多少钱 对啊 好下一个 酒店酒店 卖酒的店 其实还蛮多的啦 但我现在想不起来 别的 因为其实我没有很常买 应该是说我们去的这些超市 他们都会有一区是卖酒的 但是要看地区 对啊看地区 像我以前在Okola 就只能买到啤酒 超市里面是不会有 wine类的 有一些州是 这个商店 不能卖酒 要有特殊的license 或在这个州 规定的店里面 才可以卖酒的 嗯嗯 像披兹堡也是 嗯 所以在披兹堡的时候 超市我买不到酒 我就会进去wine and spirit 但烈酒是绝对不会有的吧 对不对 超市里面 绝对不会有 绝对不会有 waka cequila 这些的 对啊像台湾7随便都买得到 假如说你今天是你要做调酒 或是你需要很多种不同的酒 嗯 或者是你需要更专业的 例如说 哪个产地 几年的酒 或者是什么的 你就要去这种wine and spirit 那他们会比较便宜吗 不会啊 对好像没有比较便宜 对啊 有啦有 有一些东西比较便宜 例如说那种 拿来调酒的soft drink ok yep 他们也会有特价啊 有一次过年 跨年的时候 在一间wine and spirit 买了一瓶 粉红色的moet 就有特价 但我真的发现 这种香槟没什么很好喝 不好喝 所以它特价 too dry too classic 好 再来是 department store 百货公司 好 这个美国的百货公司概念 其实跟台湾的不太一样 不一样吗 你不觉得不太一样吗 因为台湾就是很 拿心光三月来比较 因为 我觉得没有到太不一样 一间mall 里面会有 several department store 再加上 一些小store 你懂吗 因为department store 是像 Dillard's Macy's Northroom Neman Markets 或JCPenney 这些叫做 分别叫做department store 但他们在一起会变成一个mall 变成一个商场 shopping center 对 shopping mall 我懂了 对啊 所以 Dealer拿去跟星光三月比的话 OK 陈列 陈列比较像 就是开放式的陈列 但是 它是 一家店 就是都是share店员 而不是 台湾是一个一个专柜 它不是说一个专柜 一个店员 对 或者是你是属于哪个专柜的店员 对 这边的店员是 大家都是同一间店底下的店员 然后你 你比如说 我在这一区拿了 鞋子 然后你跑去包包去结账 也OK 对 可是它就是还是有分区摆东西 所以叫department store嘛 就是 就分department 对 那他们也是会卖一些 比较高端的品牌 或者是你完全没有看过的品牌 嗯 好 那刚刚第一个讲的是Dillard Dillard 它之前 就是做的很高级 很 很那种Polo感 我不知道你 我没有去过Dillard 哦真的吗 反正它就是很多老人很爱去 因为质感感觉很好 它的步调 很Caren 很谷底 对 Karen Todd 所以他们也都不打折的 但是他就是 可能因为COVID的关系 就有点面临倒闭吧 所以就是不得不catch up一些 要不然他们真的都没什么人 嗯 都不打折 然后 呃 Macy's 大家应该就比较常听到他 梅西百货 梅西百货 很有名嘛 然后在某一些城市 像纽约啊 等等的 他们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店 然后做一些很夸张的活动 在一些重大节日 一些游行啊 什么等等的 但是大家应该也都听到新闻说 他已经破产不知道几次 Yep 但是因为他在美国很影响力很大 就政府都会在后面撑他嘛 Macy's的那个黑色星期五 墙包 很好买啊 嗯 加电类啦 加电类 Macy's 他的东西我会说 说可能比dillers low一点吧 right 我觉得Macy's他就是一个 Basic版本的 这里面所有的 还有更Basic的啊 什么 JC JC Penny JC Penny对我来说 比较像那个欸 这样像Walmart 对啊 JC Penny里面通常都会附属一个Cephora 有一些店会有 然后也蛮方便 因为就是我觉得这种店 店中店好处就是 你可以share折扣啊 然后这些店又很爱卖 那个credit card 哦对 所以你说 你现在要不要办一个credit card 你可以20% off哦 对啊 就是在这种时候觉得 欸 电中店很方便 这个在美国很可怕 美国的每一家店 每一家店 他们都要推自己的credit card 哦 你想说美国折扣这么多 到底怎么赚钱 因为他们赚钱都在赚那个 赚利息啊 都在赚信用卡的利息 My God 好 再来我要讲 这是什么啊 比较high end的保护公司 Neiman Marcus 完全没有听过 搬来德州之前 我只有逛过他的网店而已 我不知道原来他有十几店面 然后第一次来Austin的时候 我就发现 哇 既然有Neiman Marcus 然后外面就有 哦 椰子树啊 在那边飘 然后就觉得 哇 好像来到比佛利山庄哦 高级感觉 那你是去过比佛利山庄吗 有啊 哦 然后里面 我想说 我没有去过 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种很加州的感觉 然后里面就会有 Gucci Chanel啊 那些大品牌 那这边都有吗 这边有Gucci的Chanel Gucci刚关 那Chanel还在哦 你要去Chanel就去那边 什么Tom Ford啊 而且比较高级的牌子 就会在这里面 好 然后Northworm的话 我刚刚 最一开始说 我喜欢Northworm 是因为 它就是一家 很服务至上的店 所以 你如果request的话 它会配给你一个 personal shopper 就说 我今天就是要一个人 陪我逛街 然后 它会 会 就有一个小姐 就会跟着你 那多给钱吗 或先生 我不知道 应该可以 应该给小费吧 对 但他们就是 帮你搭配啊 给你一些意见啊 跟你说 就怎样那样 我也蛮喜欢Northworm 是因为我 喜欢里面的气氛 对 它里面的气氛 就弄得非常好 就很年轻气息 它也是 800年用不打折的 对啊 我觉得它里面东西 都他妈超贵的 对 可是你就是 也是一样 为什么 人还是可以吸引到 很多客人 就是因为它就是 把成本都放在 这些东西上面 而且它里面的东西 就是它有很多 你平常看不到的牌子 我发现 它的装潢摆设 就是很多巧思 然后选品 也有巧思 然后 就是你一进去看 那个色系 你就觉得很舒服 对啊 就是整个 不知道耶 就草榜了 很喜欢 对 里面还可以 很轻易的找到Taylor 帮你修改衣服 在里面逛街 就是非常舒服 它不会有什么折扣 它会很 推销大家来美国逛街 会吗 这是一些心得啦 好 你们可以参加那个啊 打疫苗团 有这种东西啊 你没有看新闻 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在注意诚实中 就是它 等一下再讲好了 打折电 来来来 你继续讲 Norstrom Norstrom 讲完了啦 好 那下一个 打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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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心情 有时候我觉得很好逛 因为打折电 你进去之后 可以翻 你翻那些衣服 你会翻到 很多名牌的东西哦 嗯 因为它就是 真的是 品牌的打折电 那些过境的东西啊 或是 我也不知道 留下的东西 就会很零散 你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很零码的 对 你要花很多时间 在里面挖 然后很多东西 就只有一件 然后一个尺寸 你就想像 你在像Chanel啊 Polo啊 那些实体的 自己的店的那些店 然后过季了 一阵子之后 剩下零码的东西 然后全部都送到 这些打折电 然后这打折电 它里面会帮你 把尺寸跟类型的衣服 都分开分好 嗯 你就去你的size 那一区 然后就翻翻翻翻翻 哦 Polo十块钱一件 对啊 超爽 通常是你不带 期望去逛的 你就只是 哦 你就一直挖到一些宝 那我之前挖到 Chanel的包包 真假 但我没有买 在哪里 在那个 Marshall 然后还有 Steve Madden的高跟鞋 这边有什么 Ross TJ Max Marshall 跟Northram Rack 其实还有一个 我刚刚说什么 我刚刚说 Kelly是Shopping Queen 超级多店 我都不知道的 Ross就是 最low的 有吗 有分low哦 Ross很low啊 哦 嗯 他推车上面 就放一只长杆子 就是怕你把东西 推出去 你像是那个黄色的东西 就是Ross 对 所以我要讲 其实Ross 就是他很low 但是我很喜欢他的那个 家室类 因为美国就是 他们很爱家室类的东西 但是家室超贵 所以Ross就是很好买 我觉得啦 就是家室 我在那边挑衣服的话 就破破烂烂的 虽然都是全新的 但我就不会那么喜欢 高级一点的话 就是TJ Maxx跟Marshall 你就可以挖到一些 比较知名品牌的东西 然后品质也蛮好的 再来就是更好的 就是这两个 Northstrom Rack 跟Sax of Fifth 好难念哦 Northstrom Rack 就是Northstrom的东西吗 对 然后Sax of Fifth 那什么啦 就是Sax Fifth Avenue 就是刚刚少讲的一个 Department Store 哦OK 他的推下来的东西 OK 所以就是百货公司 推下来的东西 对 这两间百货公司 他们自己推下来的东西 那他们两个质感 就会比较好啊 对 这两个 就真的是会有 很大很大品牌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 Sax Fifth Avenue 对 我们这边只有 Sax of Fifth 然后我这里就还蛮常去的 有一次我去的时候 目睹 人家抢劫 在这里面抢劫哦 就是我刚停好车 我停在门口 然后就有一个胖胖的男子 他就左右手提了一堆 Michael Kors的包包 然后上面都还挂着那个 牌子 防盗器 然后他就 他就想很狼狈很喘的这样跑出来 然后身上就一直 一直叫 对啊 然后我们就进去那个店 然后 因为我就觉得店员怎么那么淡定 然后店员就说 哦 那很常发生啊 反正又不是我们的东西 那时候警察反正会处理 那我觉得超瞎的 然后店员还在那边笑说 他们只偷Michael Kors的东西 也太笨了吧 对啊 好歹 偷一些 Cucci Chanel LV 一个男子 他只知道 他只认得MK 可能他老婆只爱MK 超好狡辈哦 偷个东西 反正打折电我觉得超推荐的啦 因为我爸妈来美国的时候 我们也超爱去逛打折电的 对啊 你刚刚说我那个黄色东西 那是什么啊 床脚柜 收纳的一个小小椅子 对对对 超赞的 来Outlet你最熟的 耶 好啊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说的 特别的 但是就是他主要是 其实Outlet是一个大公司 right 他其实很多 也都是这个品牌 有一个招商的公司的感觉 对 就他这一块地 然后他 他放租给各大品牌的Outlet 然后统一管理 yes 然后他们会 办一些活动 呃 出Coupon Book之类的 对 主要就是两间大的连锁 公司 呃 公司 一个叫Premium 一个叫Tanger 但其实我们在逛的时候 没什么差别 因为反正我们主要就是去这些店 我们只会查里面有哪些店而已 对 我们不care说谁在管理 都管理的没有什么特别 对 OK 好 DIY店 DIY店有 就是像台湾的特立屋 我们所谓DIY店 Yeah 这去年Covid 就是这些店的那个股价涨了很多 Home Depot跟Lowse 就是你可以在里面买到一些 自己呃 贴屋顶啊 贴屋顶啊 贴地板啊 然后木头啊 可以自己敲敲打打打做一些家具的东西 油漆啊 你就想特立屋嘛 嗯 卖灯饰啊 呃 卖油漆 呃 卖地板 卖窗帘 各种类的东西 卖水管 门 卖绳子 卖除草机 冰箱 电视 反正跟你的家有关的东西都买到 Yeah 哦 冰箱是在Lowse买的啊 嗯 我的military discount 用你的 XCount 买的 断断断 然后 因为我发现 美国的店他们很爱用 就是两家店打对台这件事情嘛 嗯 你看Home Depot跟Lowse 他们都是开在对面 一个橘色一个蓝色 然后CVS Walgreens 一个都开对面 Sephora Alta 是没有开到对面 但它就两个大宗嘛 巨头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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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Sams Club Costco 就是发现就是很多两个两个的店 我觉得一定通常是这样子啊 那你不说 民进党 国民党 我觉得就是 如果有一个东西 就是特别出头了之后 就会有一个冒出来 想要打它 或是 对啊 因为就一定会有人不喜欢 就是对他 这个东西有什么抱怨嘛 那他就可以去吃 这另一个客群 最后一个是那种 手工艺品店 不是手工艺品啊 是手工艺店 你都要 文具店啊 文具 但它又没有很文具啊 对啦 因为像like 煮食物的那种 Cooking Art也包含 对啊 就它卖一些 就是假设说你学校要做什么project 然后你要买什么保力龙球 或者是买那种画画的板子 颜料 诶 真的是各种用具 你都找得到诶 这家店 Michael's 好厉害 他还卖很多 就是那种 你可以装饰 自己做 然后装饰家里 花圈拿 什么什么样的 反正这些店就这样 很多这种店 但是你要自己进去里面逛 Michael's超好逛 而且Michael's的 Coupon也很多 嗯 嗯 再来是Joanne Joanne是 一般人可能比较不会知道 但是我看到Joanne我就不知道她 她没有写说她在卖 对啊 但是之前是因为我去上fashion design 然后我们就一定要去那边买布 对 然后她就是真的 哦好多布可以选 还蛮酷的 然后她除了布之外 也有一些手工艺的东西 嗯 你可以想象到的 跟手工艺有关的东西都可以买 比如说你想像在你的衣服上面 烫图案烫字 她有卖相关的器具 对 哦我的耳机唧唧唧唧耶 因为闪电 真的假 对啊 吓死我了 好最后一个 Hobby Lobby Hobby Lobby我们上次去逛 我们不是玩了个插花吗 嗯 然后Hobby Lobby 卖超多假花 我觉得她好像主攻 她好像主攻假花 就是专门给人家买假花 超多假花啊 超多类别人很真 她也是手工艺 可是 她有卖很多花瓶啊 对居家类为主 装饰为主吧 因为她还有卖一些 打折的一些小家具 嗯嗯嗯 我之前有说过 我有一次 我很浪漫的一个date 就是 那个男的就带我去Hobby Lobby 买画板跟颜料 然后画画吗 对 那我现在也可以跟你来个浪漫date 喝一杯 好啦 那这些就是 美国我们平常会去逛一些店 我是非常非常建议大家 可以来美国 就是专攻shopping 如果我是在台湾的话 你说什么叫专攻shopping 就是我很希望我妈 组一个团 对对对 然后就是来shopping 对 那你觉得要准备多少钱 我不知道 看你要买多少 因为像 我就很希望我妈 可以带她的兄弟姐妹 就是她的姐妹 一定都很爱买东西 舅妈阿姨啊 那些有的没有的 就一定很爱买东西 我就觉得他们可以组一个团 然后11月来 12月再回去 就刚好shopping season的时候 真的可以买到爽 就是体验买东西 对 因为上次我妈来美国 不要旅游 对 上次我妈来美国 真的我也没带她去多少景点 可能去几间高级餐厅吃饭 但是大部分时间 我们都在跑outlet 然后跑完之后 她跟我说 我本来是想要留一些钱给你的啦 但是我都花完了耶 太好买了 对 而且他们超爱逛打折店 就一天到晚就是 我们去打折店 因为很近 我爸妈是最喜欢什么 Walmart 原来什么都有 然后又很便宜 我觉得Walmart 你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 你会最喜欢它 因为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 我也很喜欢我嘛 两支Maybelline睫毛膏 只要5块钱 就台币150 所以我就觉得 哇 干 超便宜 但是你在美国住久之后 你就会有发现 其实有更好的地方 可以买这些东西 品质还更好 你就希望这一集 能够让大家可以有一些 了解吧 购物指南 Yeah 购物指南 OK 不是太多 那个代购的美感啦 就是一般生活上的 Shopping而已 还要强调 对 最后最后就是 如果真的都买不到 或是懒得出门的话 就去Amazon啊 什么都买 我想说 就找Kelly X-GEN 我都可以帮你从美国安全的 买回台湾哦 专业美国代购请指名 Telly X-GEN .TW 美国代购生活 在Instagram Facebook 都可以找到我们 收听Girls on the Way的 听众朋友 使用专属折扣码 GOTW 全部大写 可享有一次 无条件免费 折价200元的优惠 Telly X-GEN Telly X-GEN Telly X-GEN 感恋爱的 什么都不想做 有时候有些会找些 很奇怪的东西来 让我买 拜托不要 很烦 之前有人叫我买 那个什么 Snapchat的眼镜 我有跟你讲过吗 没有 Snapchat出了一款眼镜 然后它就是可以 在眼镜上面 偷看人的时候 对 可以加上filter 然后加录影 What 重点是 如果你做成一支 很 好看的眼镜就算了 然后那支眼镜 就是一支很滑稽的眼镜 所以就 它卖很烂 但是我最近又听 那个股票的新闻 又听到说 Snapchat 它又最新上市了 一支最新版本的 Spectacles 就是他们的那个眼镜 就他们的CEO 就是不管怎样 就是不愿意放弃 这个project 出到第四代 他们 他们前三代都卖超烂 我觉得好好笑 对 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 想象这个眼镜的科技 好像 以前就说 OK 用眼睛做什么 然后他就是 一直要把这个东西 就有点像 把你不能screenshot的东西 screenshot下来吗 something like that 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有这个 加filter 录影的功能 我就觉得 为什么不拿手机 起来录就好了 值得研究 我觉得好奇怪 反正anyways 就有人请我 代工的东西 然后好死不死 好我就买了 我帮他买回去之后 然后他就说 故障 你不觉得很衰吗 然后一个东西也不便宜 一个东西一百多块美金 因为snapchat 他们不肯放弃这个project 他们还在做实验 还没有做到完善的程度 没有 结果的话发现怎样 他东西 我就说好把它坏掉 那我只能 认到 那你退回来呗 然后他妈的 他只是那个 你知道电子产品 都会有一个塑胶条 你要抽出来 他可以开始使用 像电子是一样的 OK I get 他妈的他没抽出来 傻眼 你现在在骂客人吗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种东西我不了解 我就不想要买 对啊 如果我了解 我一天到晚在买这个东西 我就会提醒你说 Hello 你的胶条有抽出来吗 等一下 那下一次再开一集 那个代购 代购那个 进入历层2 那就尽量抱怨 好啦 给大家参考 感恩时间 感恩 感恩 感恩TT 刚才花了两个时间 帮我心灵鸡汤 鸡汤吗 还不错啊 还不错 哦好 你就讲到一些重点 我觉得你的那个theory 两个圈圈理论 你可以写成一篇文章 后来讲一集啊 两个圈圈 我们很久没有讲 感情类的东西了 因为 因为我让你有点时间 消化一下 你的感情世界 我给你很多space 你有发现吗 晚上我都不想 传讯息给你 因为我知道你也不会回 OK 哇 我要感恩这个 因为我上个周末 我老公去别州打球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家 虽然我自己在家 是真的很爽啦 但是 就是你自己在家的时候 就想出去喝酒 就硬把这个 现在刚好在热恋期的人 拖出来喝酒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 然后大家 也刚好 就是大家约了一些什么 girls的 happy hour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 这个周末 真的过得非常开心 非常舒适 然后我整个心灵 就被酒洗滴了一番 哦 很爽 OK 非常relax 之前你就说 一直要叫她冥想吗 什么 但她就 就觉得不要 但是我后来想一下 觉得就是每个人 有自己就是 因为冥想重点是什么 就是 就是要你 放松 然后mind reset yes 感受当下 但是这个人 她就是 就是真的完全 很literally 就是在感受当下 所以 就她不需要特别的冥想 而且我跟她讲 我说 我自己在家 你就永远知道 我会干嘛 我可能 我不是在喝酒 就是在打电动 不然的话 我就是会去IKEA 买一些OCD的东西 然后开始整理我的家里 对啊 像我这个周末 就整理我的浴室 跟我的储物柜 对 就她已经够清静了 她真的是 这个让我就是有这种 放松的感觉 因为我在整理的时候 就不用想任何的事情 我只要把这些东西排好 对 就是我的relaxation 你看多好 头脑 你看不浪费时间 坐在那边想 就是闭眼睛 我好像特别花时间 让自己放空 无法 不然我就是20小时 就在想工作的事情 我只要4点过后 我就不想工作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 我爱美国职场 因为我事情做完 你就不干我的事了 我只要一下班 我的心就飞出去了 我也很想 但是你不行 我老板是台湾 你是 而且你还self-employed 好吗 那也好 对啊 好 谢谢观看 记得follow我们的IG at girlsontheway 底线 GOTW 也不要吝啬的 在各大平台 给我们五星好评 或是在我们的IG 跟我们互动 给我们一些批评指教哦 girlsontheway girlsontheway GOT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